十年前,1903年,我第一次代表澳洲大学,参加联合国教育文组织的, 都可以和人会议,那女孩在曼谷大学,这是我第一次参加。 给泰国竟然含了什么年份,不算简单,不算是泰国的负责力, 曾经从此为了长大学,我们因为这个年份, 所以,才接受澳洲学校的邀请,把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带进以后。 我参加的会议很多,多次我都做足迹家,怎样化解出来,怎样能帮助学校恢复到来源后。 这也是我们福王的第一次,本身一种义务,应该要做。 有这个机会,我们也能推辞。 但是,大家讲得很清楚,讲得很明文,大家听得很关系。 那以后,从你们来到说,发誓,你讲得很好。 这是影响,但不能又是。 这个中国人的环境非常强烈。 这是我们的经典。 十年代,我曾经在澳大学, 去典大学,去典大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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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尸部的教学。 尸体的教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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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尸体的教师和教学。 尸体的教学。 他们都跟我说, 我的想法是有很好的。 但,它缺乏了实际。 所以,它很重要的提示。 这是我们的提示。 我们也需要教学。 我们需要教学。 後患者說,如何活動修行的教導進入這些教授? 佛法,就像剛才的趙冲方說, 當我們要深入了幾個經歷, 更重要的,是要把經歷落實在工作。 若是在工作,若是在厨师的工作。 佛地军医药跟我们自己的祖父里面能够融成一起。 这就是真正的东西。 这样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人生高丽感的享受。 这是方便的学校告诉我们。 就像 Vice President Venerable Zhao Chu说, 我们必须只需要证明或者读佛教的。 我们必须要读佛教的, 我们必须要读佛教的, 然后我们可以改变,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的货币。 这就是我们的方法可以更改变。 佛地军医学У地区 path9505.....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